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点 灾难来临的前夕我们看到天上的宝座 高阳开启七印 揭示世界的中共 灾难接种以来有七印七号七晚 灾难是为管教而盼引导人悔改 地上灾难 天上赞美 交替出现 撒旦的权势虽然猛 但是不敌神的权能 而最后灾难结束 救速完成 就是天地更新 这七点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两次了 我那篇文章里面就是按着这七点来论述的 所以我今天以下所讲的全部在那篇文章里面可以找到 灾难来临的前夕看到天上的宝座 而看到天上的宝座有什么特别呢 大家如果看启示录第四章 你就知道第四章是宝座章 而宝座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有三十九次 而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 就是天上设立了宝座 而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称它叫高阳章 就是说到高阳在宝座的旁边 而宝座在第四第五章出现了十七次 全本启示录有三十九次 就是这两章里面出现了十七次 宝座就是在灾难人接受管教的时候的一个central point 一个核心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讲宝座 其实对于奠定整个灾难的审判也好 管教也好 它奠定了那个基础 就是说这个是从宝座那里出来的 是从神那里出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受苦受懒 我们不宜意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在哪里 其实神没有改变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就是这样的意思 John Stott他用了七个戒词 七个戒词就是propositions 他形容宝座的中心性 在宝座上面就是父神 环绕宝座的是彩虹 四周有二十四个宝座 就是二十四个掌路 宝座中有闪电雷光 然后宝座前有七盏灯 宝座前有玻璃海 宝座的中央和四周有四个活物 而John Stott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他用这七个propositions 来将宝座的中心性 来带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对于当时的读者 他们看不见将来是怎么样 他们在罗马的逼白的底下 大家知道启示录写作的时候 是对一帮逼白的信徒 如果你是当时的信徒的时候 你听到在灾难的中间 但神的宝座仍然高高的立定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不会得安慰 你会不会得鼓励 同样今天 我们在地上 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鼎子妹 我们仍然要坚定的相信一件事 就是宝座的中心性 The centrality of the throne 而宝座是不改变的 坐在宝座上的神也不改变 所以对于你和我今天 面对现今的苦难 是有一个断定性的力量和帮助 当然这个讲到将来 如果我们是灾前被提的话 我们第六到第十八章的灾难 我们不会经历 但是现在当他写作 给当时的那些大兄姐妹的时候 他是有一种的激励的作用 好 我们看 高阳揭开七印 启示世界的终局 如果大家看第五章开始的时候 若翰他观看 在神的宝座 他手上面拿着一个书卷 这个书卷上面有七印严封住 而当七印严封住的时候 他就知道很可能 里面是对于整个世界的 终局的一个启示的信息 但是封住了 没有人可以开 天上地下和地底下 没有人可以配 揭开那个七印 那么他就大哭 他就哭 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哭 什么原因 就是他看到 神对于末世的计划 已经写好了 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揭开他 没有人可以让他 给世上的人来知道 所以他很痛心 他说 不知道那怎么办呢 当他哭的时候 长老里面有一位就说 不要哭 这个羔羊 被杀的羔羊 他可以 来到揭开七印 他也都配揭开七印 所以如果大家一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羔羊其实在 救赎的 那个计划里面 他是 中心点 今天 我们都明白 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企立在神的面前 羔羊在旧约 对不起 在启示录里面 出现了29次 而28次都是 讲到耶稣基督 如果大家看第五章的时候 羔羊出现得最多的一章 而这一章就叫做羔羊像 而羔羊他是配揭开 为什么他配揭开七印呢 为什么天上地上地下都没有配揭开 而羔羊配揭开呢 因为 他是神 亦他是人 而他也都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为人成就了这个救赎 大家如果看 C.S. Lewis那一套叫做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那里亚的传奇 有没有人看过 没有啊 有 他里面有一卷就讲到这个狮子 是白兽之王 叫做Ashland 有一次他受到白色的巫师的那种阴谋 后来他被老 被老然后死了 然后整个动物王国就很震惊 但是后来风回路转 Ashland其实没有真正死 后来就活着回来 那么Ashland呢 他就受到动物王国的那个最高层的那种的致敬 而他本来已经是白兽之王的了 因为他愿意为到自己的动物王国而牺牲自己 甚至好像死了然后又回来之后他得到所有的动物的最崇高的致敬 而大家知道C.S. Lewis他其实是用着启示录第五章来写他这一段 而他将他变成一个好像fairytale 预言 然后很有一种的刺激和新鲜感 其实是讲C.S.第五章 高扬他不单单是作王 他是犹大之派的狮子 高扬他也是被杀过 就是他有钉十字架的痕跡在大树的天上 所以曾经有人说 唯一一样东西是man made的 而去到天上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手上的钉痕 那个是the only man made thing in heaven that you can see 我觉得有意思 所有你地上制造的东西上不了去天的 但是只有一样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个钉痕的手 高扬其实就是犹大之派的狮子 高扬和狮子 大家你觉不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吻合呢 根本没办法吻合的 是不是 高扬是软弱的 高扬是要受保护的 狮子是白兽之王 我写了一本书叫做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我在神学院里面教过一科 叫做the unity of the bible 圣经合一的信息 而在这个信息里面 我强调一件事是什么呢 你要用三条线来将圣经的主题和它贯穿 就是三股合成的城址不容易截断 第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荣耀金线 讲神的荣耀 第二条就是国道指线 是讲国道 而第三条就是救赎红线 就是讲救赎 荣耀金线 就从头到尾 我那本书二百多页 就是讲荣耀到底是什么 神的荣耀 是无耻 也是无忠 是从神的存在开始 而神的存在根本就没有开始 所以神的荣耀也没有开始 是无耻 也是无忠 一直到永远的永远 但是国道就不是了 国道的指线 指线就是当时一些贵族的人的颜色 国道指线就是说 耶稣基督他来这个地上 他开始的时候 就要人和他一起管理万物管理大地 而到将来 他同样要恢复人 这个管理大地的身份和地位 所以有新天新地 我们与基督耶稣同作王 这个就是国道的指线 然后最后呢 就讲到救赎红线 而救赎红线就朝着高阳这条线下来 国道就朝着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里来 所以两条线到启示录第五章就合在一起了 而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三条线其实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三条线就是会合在一起 而成为一条线 就是神的永恒的计划 最终极来到去实现 相传 看高祖刘邦他未得位之前 他有一晚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就是他梦见一只山羊 就走下走下走下 走到最后呢 两只角就没了 条尾又没了 忽然间他到那一刻呢 他就扎醒了 扎醒了呢 他就问他旁边的那些智囊团 那些智囊团的人呢 其中有一个就说 恭喜主人啊 你要作王啦 那说 何解呢 他说你看看山羊 山羊没有两只角 没有一条尾巴 就是王咯 大家 大家知不知策字啊 山羊嘛 羊没有两只角 没有一条尾巴 就是王咯 这个梦呢 我不知道它有多大的真实性 但是呢 这个梦呢 被我联想起呢 耶稣基督 他的羔羊的身份 在第一次来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就要以什么的身份呢 王者的身份 耶稣基督又是羊 又是王 当然耶稣没有角 又没有尾巴 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一种的说法 可有的 云士 究竟 可以